我们常常探讨左派右派的一些议题 这幅画怎么了 你仔细看一下 如果你没看荧幕的话 它里面就装了 1234566个人 都是男人 然后几个戴眼镜 大概不是重点 抽着雪茄 似乎在讨论事情 那这个话 为什么一个大学决定把它拿下来 不准挂 大家我是Paul 周到周英文一起读 它的标题我们就先看一下 其实我刚一定要让这个 荧幕上充满那幅画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它的标题部分 然后我们用文字就好了 impromptu takedown of painting in Netherlands ignite cancel culture rao 这是它的标题 所以马上就有一些生字可以看 impromptu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这幅画招谁惹谁 yeah OK 所以他们是突然间把这个画拿下来的 那个突然间你当然可以说suddenly 可是有一个字就是很即兴的 很突然间一种 啊我们来怎样吧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吧 所以这个叫做impromptu impromptu 不是说非常常见这个字 但你大概也不见得是有见过 我想 那还有一个词 其实长得有点像 叫做improvise 都有impro开头 那improvise的意思带不太一样 improvise是你即兴的去发挥一件事情 像音乐家在弹奏东西 和弦的进程他就跟着走 可是他的台南台南台南melody 他突然觉得主旋律太无聊 他就开始即兴发挥演奏起来 那我们知道爵士乐啊 或者都常有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 或者说在进入我的生活 其实还不是透过音乐 是我以前在便利商店打工的时候 那有一次快要关店了 那地上不知道为什么散了一大堆货品 结果我的主管就跟我说 来我们现在把东西先放在货架 然后我们再打卡下班 可是东西又很多 所以那时候主管就说 先随便放一放好了 那等到明天来上班的时候 我们再从货架上直接整理它 所以他说随便放一放好了 他用的是什么字 就这个字improvise 本来就把它分门别类的放回去 他就说算了 随便先放放了 so let's just improvise reshelf them and then we go ok let's clock out first 先下班再说 所以improvise是即兴的去发挥 也可以是演出 那这个impromptu则是 事实上这个文章开头一个字叫 spur of the moment 你看这边有一个片语 spur of the moment 它的意思就是你突然间在 某个moment突然想做什么 我们现在突然间没事做 来吧去日本玩一趟好了 急性的一种旅行 或者说我们今天现在没事 我们现在周末跑去 跑去肯定两天三天两夜好了 所以这个就spur of the moment decision spur of the moment action 所以spur of the moment 跟这个impromptu就有那么点像 好所以 这impromptu它的definition 读下给你听 so if something is done without being planned organized or rehearsed ok 像rehearse这个字是有预先音排演 所以impromptu其实你也可以说 像我们刚刚讲improvise 你说这是一个impromptu performance 也基本上跟improvise有点像的这样子 好所以没有计划 没有组织 没有先前排演过 就直接做了事情 讲impromptu 光是标题讲那么久 所以他就急性的把这个东西 take down先来的 take down of painting 地方只是在这个 Netherlands 荷兰那个地方 这个东西就ignite了什么东西 引发了cancel culture cancel culture其实是 身为上很常见的词 我们讲说把人家给取消掉 好我们读一下里面的一些 其实这几个句子很值得读 因为算是比较长的句子 但是我们就每段先把它读一下了 so a spur of the moment decision by academic staff to take down a 1970s painting depicting male Lieden还是Laden 其实这个大学我不太会念 但无所谓了 所以Lieden or Layden University board members smoking cigar cigars has sparked a debate in the Netherlands over cancel culture 所以这是一个很突然的决定 spur of the moment的决定 那是他们这个 反正就是academic staff 就是学习上的一些 学术上的员工 那这个painting是1970年的 所以已经算是很久以前了 50年前的painting了 那这个painting里面画的是depicting depict就是描绘 描绘是刚刚这个大学的这些board members 所谓的董事会的成员们 抽着学家 所以这个东西引发了spark 一个debate 来第二段 The artwork on the wall of a university meeting room had been a topic of discussion for years with some students claiming that it both endorsed patriarchy and the act of smoking 所以惹到人两件事情 就是patriarchy 以及抽烟 在这个b 空间里抽烟 当然感觉现在是 已经真是不正确了 所以这个artwork 墙壁上这个艺术作品 而且它是在这个大学的一个 开会的一个会议厅里面 so it's on the wall of a university meeting room 所以三个只奏在一起的 大学的会议厅 那它已经在拿下来之前 就已经被讨论很久了 所以它这里用过去完成 是实态很正确 so it had been a topic of discussion for years 那有些学生呢 所以斗点后补充一下 补充就是学生们怎样怎样 所以with后面接名词 名词后面不能接动词 所以接下去是形容词claiming so with some students claiming 声称 声称干嘛呢 用that字句接下去 所以因为是that字句 所以必须有组织动词 所以这个painting 它endorse endorse就有支持或之类的意思 不过今天今天讲到endorse这个字 我们一般它 我们讲的意思是业配 或者说代言 所以我今天 我是Michael Jordan 代言Nike的东西或什么的 那叫做endorsement 这样 那patriarchy就是父权 ok 父权 excuse me 我这里为什么打一个omisake omakase 为什么打这一个字 可能刚刚讲到即兴发挥 因为我想起来了 先做好笔记 然后现在忘了自己笔记 在做些什么东西 我打出这个impromptu的意思 这个字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google了一下下 impromptu这个字 发现到台北有一间餐厅叫做impromptu 那好像就是即兴发挥做给你吃 我就想着它会不会其实等于无菜单料理 那后来发现其实没有 无菜单料理的英文 其实已经广泛的使用了日文这个字 就叫做omakase 所以如果你想表达无菜单料理 你不要跟他说 no menu dining no menu restaurant 不是这样讲 你直接跟他讲omakase 那现在外国人就都知道了 这样子 那很多次都是这样 像例如说我们讲大海啸 tsunami 也是日文字 甚至那种像榻榻米的地板 或什么的 其实我想问日本的东西 大概就不太有意思 因为日本东西 本来就应该用日文来发音 omakase的概念 已经绝对不是只有日本才有了 但是他们却用日本这个字 来代表这整个dining的一种experience 我觉得算是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 好 omakase 大家在这边介绍一下下 好 再往上看下 再往下看下去 所以我刚刚看他patriarchy这个字 要负权值 ok 好 负权值 那刚刚讲spark a debate 也蛮值得看 spark 引发了一场辩论这样子 那刚刚的大学叫莱顿大学 again我还是不知道 他叫做Ledon 还是Laden 还是Lydon 无所谓了 因为我不会去读了 其实怎么可以这么说 尊重人家一下下 好了算了 无所谓了 真的无所谓 来 so in what was described 再读下一段 as a tongue-in-cheek action the painting was taken off the wall and turned around and turned around during the meeting last month 好 anyway 这说的是 所以接下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话拿下来 拿下来其实 我们刚刚知道 他是没有计划 就直接拿下来的 这样子 或许也没有特别的去 announce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拿下来还用了一个比较 他用一个tongue in cheek 这个expression来描述它 什么意思 所以这边打给你看一下 事实上这个词 我记得我们影片真的有做过 所以如果你说一个动作是tongue in cheek的话 cheek不就是脸颊吗 tongue就是舌头 舌头在脸颊里有什么概念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很严肃的 OK 所以在英文这边有一个definition intended to be understood as a joke 你做一件事情事实上是开玩笑 OK把他当成一个玩笑 although often seeming serious 可能看起来有点严肃 可是事实上你在开玩笑 所以他在这里表示 当他拿下这幅画的时候 就可能有些学生说 我们觉得这个画不OK 我要拿下来 我要拿下来 我真的要拿下来 就拿下来了 然后好像也没有人说 不行放回去 然后大家就说拿下来就算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说 我觉得这个不OK 我一定要拿下来 不是 他可能就开玩笑的说 我们就把它拿下来好了 我们就拿下来吧 拿下来 这人就拿下来了 OK 好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是一个tongue in cheek action OK 好 所以这个expression认识一下下 tongue in cheek 好 但是这个move就让大家很生气的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做法不OK 所以这边就描述它 it's a shame or it's an example of stupidity by so-called intellectual professors 所以他们说这个move很蠢 就把历史都抹杀掉这样 所以你看这边有这样 所以这个removal 所以saying its removal was an attempt to rewrite history 然后这边原本的这个painter 他叫做他现在已经90岁了 he called the action stupid and sad 好 所以总之一大堆人感觉好像不太OK 那我们再读下一段 so a debate heard the world over between those who want to remove art and culture of the past that could be offensive today and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is would amount to trying to erase history is strong in the Netherlands 我这段读的真是乱 对不起 因为我其实没有去follow一个 我自己本来一直都会follow的东西 就是抓主持动词 所以你看我没抓主持动词的时候 整个读起来就是很乱 所以主持是什么 所以主持是a debate 很明显的就第一个字 那这个heard是被听到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关带 which is heard which was heard 被听到的debate 动词在哪里 动词就是is strong 离这么远 所以这是我其实从一开始就想讲的这个长句子 so a debate is strong in the Netherlands 所以这个debate现在正在荷兰 大家就是吵翻天 the debate a debate is strong 那这个debate是什么debate 行动词指句 这边省略成了一个行动词的 就是行动词被动的 so a debate which is heard the world over 什么叫做heard the world over 就全世界都有听到这个debate 所以这个debate是被听到 so a debate that is heard the world over 所以这三个字走在一起是个片语 the world over就是全世界的概念 整个世界翻了一圈这样子 那这个debate是什么样的debate between so the debate is between a and b 所以这个debate是两边在吵 那between的a是什么东西 those who want to remove art and culture of the past that could be offensive today 这是a的部分 所以这个debate between a这边是那一些想要移除掉那些艺术或者文化 就过去的艺术文化 而这些过去的艺术文化今天可能是冒犯人的 所以那些想要把今天可能冒犯人的艺术跟文化 想要移除掉的人们 这么长的一个东西 我再说一次 那些想要把过去的艺术或文化 但是今天可能看起来会冒犯人的这样子的东西 移除掉的人们 你看我连重复讲一次都可能会卡卡的 but you get it probably right 再读一次 those who want to remove art and culture of the past that could be offensive today 所以是a ok这debate a的部分 那b跟他们debate是谁呢 所以是between a and b 所以and的出现了 接下来又是those 所以那些人跟那些人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is would amount to trying to erase history 所以那些 那你知道debate的另外一边就是反对的人 立场相反的人 所以刚刚说的是有的人认为今天这些艺术品可能会冒犯人 所以我们想要把他去除掉 那另外一边当然就是觉得你这样可能就是把历史都抹杀掉 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做就会慢慢造成是在企图抹杀历史 所以those who believe那些相信 相信什么 that接下去 that this would amount to 这个this就是这么做 把这个艺术品或者文化去除掉 this would amount to 这个amount既然是个动词 我记得我们也是很久前讲过 一般来说amount这个动词的用法就是我们在说 一个东西慢慢慢慢的累积 因为amount本来就有量的意思 那个就是量 大量小量的量 量化的量 所以如果说一件东西有慢慢累积成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会用amount 像我记得我在介绍这个字的时候 我是说你假设对一个很不努力过生活 很不好好向上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你就看着他每天混吃等死 你就对他说你这辈子别想有什么出息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英文对他说 you will amount to nothing 大家懂意思吗 amount就累积堆积 你的人生就会累积堆积成一个什么屁也没有 you will amount to nothing 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话我必须说 有时候就长辈对小孩讲的话这样子 但是amount的用法我最常听到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 这边amount也ok 他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把艺术品去除掉的话 你就会累积成什么呢 尝试去把历史给擦掉这样子 所以这个debate现在在荷兰非常的strong 不要忘记这个句子的结构的核心 仍然是这个debate is going strong 所以我们把这个句子再念一次 事实上还没完 因为他斗点后还加了一个where的补充的资讯进去 所以在这个国家中 这个国家里面的殖民地的历史 事实上到现在还是在笼罩着他们的感觉 或者就是这么一个字叫loom loom这个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织布机 另外一个就是隐约显现赫然颂现阴森的逼劲 所以在这个国家里面 荷兰这个国家他们殖民的历史 始终就还是笼罩着他们 所以looms large 好我一定要把这句子再讲完再讲一次 事实上大概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这个句子算是讲了很长 而且我觉得很不错 所以在这个国家中 colonial past还是笼罩着他们 looms large 身为一个这个会分裂社会的议题 so it looms large as an issue 身为一个issue 什么issue of division division就是社会的分裂 好 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总之他们觉得这个 有人觉得这个话看起来不ok 有人觉得没怎样 我个人是觉得 if you want to ask for my take 我觉得没怎样 真的 可是我们还是会必须说有一条线 这个线要画在哪里真的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一条线 就很多人把那个哥伦布 就是美国有很多人把哥伦布的一些雕像什么这些就把它拆下来 因为虽然说他是发现美国大陆的 美洲大陆的 但是可是我们后来他们慢慢也知道 这个哥伦布当时对原住民事实上是非常的欺压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人现在真的是已经形象整个臭掉 所以他们想要把哥伦布从历史上erase掉 ok 因为他真的犯了一些不太令人觉得是人道的事情 可是抽个学家是怎样 或许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说 你这个是董事会 怎么只有男人 那就是70年代的一个时代背景 对不对 或许你也会说 哥伦布那个年代把原住民杀光光也是一种时代背景 杀人还是不对 欺负人家还是不对 那这边有没有欺负女人 不让他们当做board member 不知道 社会的氛围 所以这个线很难画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where the line should be drawn And I'm not one to suggest where to draw the line But if you want to ask for my take Here it is That's all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